从未见过这么享受的荒野求生 开局就抓到20斤的梭子鱼 烤得外焦里能味道好极了 不仅吃上了传说中的小鸡炖蘑菇 还品尝到了不要钱的福建烤松树 关键是比赛结束后 还能带50万每刀回家 换算成大米 那可是整整360万啊 生存挑战已经来到了第五天的中午 我们的洗澡哥怀亚特 还坐在南北通透的空调房里 久久不愿起床 昨晚妖风肆虐吵得他根本睡不着觉 虽然已经领教了这里的恶劣环境 或者疲惫的身躯去检查鱼网 老天爷眷顾 上面终于出现了梦寐以求的蛋白质 这是一条重达20斤的成年梭子鱼 省着吃就是一个星期的食物 淡饿了四天的怀亚特 现在只想好好享受一次 哼着欢快的小曲开始处理食材 把鱼肉部分全部割下来做烤肉 留下鱼头和鱼骨明天炖汤喝 看着在火堆上备受煎熬的鱼肉 荒哥连干了三碗大米饭 抛开事实不谈 这简直是打着求生的名义来度假 吃着鲜嫩多汁的烤鱼鱼 看着四季如春的美丽风景 全身心都满足的怀亚特 感觉自己来到了天堂 第六天的早上 天空出现了数不清的加拿大鹅 向南方迁徙 预示着迅鹿湖的冬天即将到来 挑战难度全面升级 选手们几乎在同一时间 都感受到压力倍增 尤其是建造庇护所的任务 刻不容款 与其他选手不同 安妮计划把房子建在地下 这样入冬之后就会更加保暖 但是无疑大大增加了他的工作量 安妮需要把埋在土里的石头 全部挖出来 每一个都重打百多斤 仅仅只是一个上午 他就燃烧了三千五百磅的卡路里 再这么不计后果地继续下去 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 他住进别墅的那一天 作为最后一个压轴出场的选手 这个爆炸头小伙一看就不简单 刚听到树林传来了动静 就拿着弓箭摸了上去 几分钟后手里就多了一只 隐恨西北的小松鼠 分量不大 但足够制作一份美味的鼠头压薄了 35岁的塔兹出生在巴西亚马逊流域的 一个小渔村 几乎整个童年都在打猎和钓鱼 制作陷阱和只王捕鱼 都是从基因里带来的生存技能 每天面对的不是森然就是美洲狮 相对于亚马逊的恶劣环境 资源丰富的驯鹿湖这个副本 根本不够他施展拳脚 来之前在一个小农场上班 勉强维持生技 而他的两个孩子 还生活在远离文明的小渔村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塔兹愿意竭尽所能地去赢得这场比赛 由于从小在水边长大 几乎没有人比他更懂捕鱼的重要性 为了提高钓到鱼的几率 一艘可以远航的渔船肯定必不可少 利用柔软有韧性的云山树枝 仅仅只是一个晚上就把船的框架做好了 就这动手能力已经远超其他职业选手了 第二天天刚刚亮 塔兹就开始继续完善船身 为了保护防水部 心思细腻的他还用苔藓 把尖锐的部分全部遮挡住 花了一天不到的时间 一艘碾压全场的独木舟就正式完工 接下来就到了最重要的试水环节 没有一丝意外 船体结构非常稳定 平衡性能更是近乎完美 果然大佬出手 必属精品 自从上次迷路后 倒霉的米奇在家里睡了两天才缓过神来 肚子早就空空荡荡 没有办法 他只能拿着弓箭 再次钻进了让他恐惧的森林 好在老天爷这次终于眷顾了他 刚出门没多久 米奇就听到了松基特有的拍打声 他悄悄地靠近 悄悄地拿弓瞄准 这个职业木匠果然不简单 一出手就斩获 飙肥体壮的大松基 米奇得意地在镜头前 炫耀今天的战利品 这可是他第一顿蛋白质大餐 今天终于翻身浓奴把歌唱了 为了烹饪好这份来之不易的美食 米奇是一刻都不敢离开火堆 等到第一块肌肉下肚 全身细胞都忍不住颤抖 整整一个星期了 都差点忘记蛋白质是什么滋味了 毫无疑问这只松基大大提高了米奇的士气 在他看来 拿走50万美金也将指日可待 时间来到了第八天 拥有一艘独木舟的塔兹并没有休息 而是全身心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 只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把鱼网织好并投入使用 就这样的执行力和效率 绝对是妥妥的冠军候选人 到了傍晚 他就扛着鱼网捕到的史前巨物 在镜头前招摇过世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条胡尊鱼 塔兹计划储藏起来 作为接下来十天的食物 这时候就必须露一手 自己引以为傲的烟熏技术 用三根树枝相互支撑 做成圆锥形 把处理好的鱼肉挂在烟熏架的中间 接着用苔藏从上往下开始密封 最后在底下升一堆火 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能收获香喷喷的鱼肉干 到了第二天早上 塔兹就迫不及待地去检查烟熏装置 周围散发着诱人的鱼香味 让人忍不住胃口打开 他计划把食物加热一下 用来当做早餐 结果没注意火苗 直接点燃了烘干的苔藏 局势一下就进入不可控的范围 等到他手忙脚乱地把火熄灭后 那块用心呵护的鱼肉干 已经烧成了木炭 这下是真的悲伤逆流成河了 作为这一季唯一一个造木屋的选手 朱迪可谓是耗尽了自己所有时间和精力 两个手掌更是磨得不堪入目 尽管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但他仍然把房子的搭建放在了第一位 他认为冬天住在保暖舒适的木屋 所提升的士气是其他东西 根本无法比拟的 而且建好之后 就可以把全部心思花在寻找食物上 先不管他这么做值不值得 在历经了整整九天后 这个豪华木屋别墅的框架终于搭建完毕 只要把房子的屋顶盖好 他就正式成为有房一族了 看着朱迪瘦了一圈的样子 欢歌是真的佩服这个女汉子的惊人毅力 同样饿肚子的还有我们的米奇 除了前几天那只小的可怜的松鸡 他就没有见过其他蛋白质 为了使自己忘记饥饿 他决定把闭户所完善一下 结果没几下肚子就传来了咕咕叫 伴随而来是剧烈的疼痛 这是长时间没有摄入食物造成的胃酸反流 本以为休息一下症状会好转 结果愈演愈烈的疼痛 让他难以忍受 难道就这样逾50万美金擦肩而过吗 难道第一位淘汰选手终于要诞生了吗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野外求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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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